立東安你有曾經對女生放電 然後失敗了嗎 有有有 這個我印象蠻深刻的 這應該可以講成一個代狀點 就是有一次我跟一個女生 約好了要看電影 就下午三點 然後這個女生就是 她遲到了半個小時 然後她就衝衝忙忙的就是 跑過來 那時候我有看一些韓劇 我覺得那個裡面的男主角就是 安撫女生的方式都是很溫柔的 然後她就這樣跑過來 她說對不起 我遲到了 然後我就學那種韓劇歐巴 我就這樣摸她的頭 我說沒關係啦 下次不要再犯了 你這個迷糊蛋 這是迷糊蛋 迷糊蛋 你怎麼說 迷糊蛋 你摸她的頭的時候 有丟一塊餅乾 沒有 然後你知道嗎 下一秒她就把我的手這樣打開 然後她說 什麼蛋 你滾蛋 然後她就 然後她就再回去罰她 然後她就載回去罰她 然後不夠我看電影 還有一次 我跟你講 也是我會錯意 反正就是去參加一次 今天會不會所有的故事 都是你會錯意 唱歌 反正就是去唱歌 唱歌然後我就晚到 我一到朋友就叫我炒熱氣氛 我就唱音浪 就太強不晃 然後全部人都很沸騰嘛 然後我就唱完了之後 我就發現角落有一個女生 她在看我 她是這樣子看你嗎 因為我插播嗎 因為我插播 不是 然後她看我一眼 我就看到她 很漂亮 龐頭髮戴眼睛 是我喜歡的類型 有養貓 抱著貓在角落 愛貓園 愛貓園工作 好可怕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裝不在意 我先坐下來 然後吃牛肉麵 然後想說吃一下 過了一陣子 我又再看她一下 她又抗了 然後對眼兩次 中了 過了差不多五分鐘 她就主動走過來 走到我這 她在對面 她走過來 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想說 她應該是要跟我比較IG 還是什麼 然後她就說 先生 而且她還叫你先生 她完全不知道你 誰 因為我們是陌生人 我不認識她 你為什麼牛肉麵來 你就吃 你就不認識一點 因為我裝正定 我要裝正定 想說 這樣真的讓人家生氣 你知道牛肉麵要等多久 對 我還沒提到 對 她剛剛那個摸頭的 我就非常的不喜歡 因為其實我們頭髮很容易塌 你知道嗎 就隨便摸一摸 那個造型就又變了 對 就沒了 所以你們沒事 真的不要來碰我們的頭 可是如果真的很帥的男生 我想一下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沒關係 我就回去再把浪板夾一夾 你的原則在哪裡 不是嘛 掌心悅目的東西 大家包容性都會高一點 對 像我也有遇過 像有一些大哥 就是年紀稍長的一些 像有一次我就是跟一個 就是所謂的哥哥 你就可以講小楊哥沒關心 對 哪一位大哥我沒合作過 對 然後我就可能在跟他聊一些工作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可能因為比較年輕 然後可能工作上不順 我就在跟他有點像討拍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 我就在跟他分享說 我覺得我有點委屈 發生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然後我就講完 然後就 然後就這樣過來 我就沒想到 手就這樣要揮起來 然後我就一個這樣 沒事 沒事 哥我可以自己 自己可以 我可以消化 我可以消化OK的 因為我就看到他手要起來 他想要安慰你是不是 對 他就好像很習慣 然後他就這樣這樣 張在那邊就 好啦 你可以適應就好 你可以適應就好 我不知道男生這種行為是 他刻意為之 就是他對你有意思 所以他要做這件事 還是說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 就跟他一樣嘛對不對 對 就自以為 像這種我gap到的東西 有一個我記得比較好笑的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下課 然後比如說什麼 去服役社或去廁所的路上 我都會遇到一個隔壁班的男同學 然後每次看到我他都會這樣 吹瀏海 對 然後就你們這種瀏海 然後我就想說 幹什麼東西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吹瀏海哪一招啊 真的 就是男生高中的時候 會一定會流瀏海嘛 然後走走走到 然後看到喜歡女生就這樣 對 不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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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流氏這樣吹起來啊 我怎麼不記得 有那一招 有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一直不知道說 你到底在幹嘛 就是每一次都要表演一次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想說 後來過了大概一兩年 就是我們後來同學會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那時候到底為什麼 每次都要做這個動作 他說 那你以前不是說 你很喜歡黎明嗎 黎明很帥啊 那你說你那時候看到他覺得很帥 就是他有一部電影裡面 他就是每次殺完人之後 就會對著鏡頭這樣 然後我就說 先生 那是黎明 就是 黎明很帥 他怎麼樣都帥 很帥 是黎天 黎天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啊 你不是被這個動作迷到了嗎 我說 真的不是 對 我是有一次 我們朋友就聚會一起去唱歌 然後後來 我那個朋友就說 他有一個女生朋友要來 那時候其實大家已經喝得有點忙 他只認識我那個朋友 可是他一來的時候 就先掃一次 就看看 然後就看到我 結果他就直接衝我 就直接跨過那朋友 直接坐在我旁邊 他沒有去找他那個朋友 但是我當時想說 他可能只是想點歌 因為我剛好坐在點歌的旁邊 然後他就整個晚上 就一直在我旁邊 我不管移動到哪個位置 他就會出現在我旁邊 很奇怪 然後 不會是你的親戚人而已 他是我朋友 就找來的一個女生 然後後來反正就是 喝得有點忙 然後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是會不自覺的講講話 然後就會笑 然後就會倒在你身上 然後我說 那就是超級對你也 好意思喔 可是我當時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就覺得他是不是喝醉了 後來我們要回家的時候 他還說 你要不要順路送他 送我回去這樣 我說你住哪 他說我住淡水 我說那不順路 他說沒關係 那他說他先送我回去 我就說那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好 他是不是不是你的菜 對 他是不是不正 對 應該是說我不喜歡第一次 就這麼主動的女生 可是這在前面很常看到 就是一開始有沒有 你坐過去 然後一開始大家還在那邊 還沒有開始熱 所有中間都一個距離 對 喝個幾杯就是這樣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 對 對 對啊 你怎麼跟你說 會這樣子 就這樣 胡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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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裡上班 可是真的會 朋友 是不是 都會擠到 然後如果那邊有 你喜歡這個男的 你可能會這樣子 對 就開始 而且到最後 我那一區都好空喔 沒有人要 都擠到那一區 對 還有一次是有一次 因為我們那一群就是 常常會玩在一起 就比較少會單獨約出去 有一個女生她就 也是我們那一群的 然後就單獨約我出去 就去吃火鍋 然後我們去吃火鍋的時候 那一天她懶 她就穿一個超低胸的 快V到肚臍那一種 哇 然後我就想說 不對啊 因為她平常在我們 那個群組穿著 不是這樣子的 那外套也是薄到博紗 可是那天寒流懶 我想說不對吧 好瘋喔 可是我就 沒有燕明 很對 然後那天吃火鍋的時候 然後試一試 然後我們是坐對面 然後她就說 你最近有看到網路上 有一個很好玩的影片 什麼什麼 我說沒有耶 什麼什麼 然後她就要拿給我看的時候 她是想說 順便可以靠近一點 我就說 好好好 我就直接把手機拿過來 就直接就拿過來自己看 結果她就 然後在對面的時候 也是吃東西 她就一直是 一直在彎腰還是幹嘛的 我想說 有事嗎 你們自線真的很不見耶 很尷尬火鍋就在前面 然後那個很V 然後我就自線很難聚到 她都不知道 我怕這樣 這樣會燙到 火鍋也說滾的時候 對啊 滾 會燙到 會真的 我覺得你們遲鈍衣足 真的很遲鈍耶 我們曾經也是看到 我有個男生朋友 就帶了一個女生去健身房 沒有人來健身房是大波浪 亮片 然後穿那一種 就是拉到這邊 然後露腰 然後就是 還交叉的那一種 對 然後 大白天的來健身房 然後她是不是一直做這個動作 練這個動作 我跟你講 她就說 她就跟我們那男生 那是棒殼金吧 她就跟我們那男生說 因為她去的時候 她就說她先去換衣服 然後她換完衣服出來 就長這樣吧 就我剛剛形容這樣 然後那男生的朋友就說 然後那女的就很尷尬 她說 怎麼了嗎 我穿這樣不行嗎 我沒有來過健身房 我看大家來健身房都穿這樣 然後好 就開始運動 然後那個不是練腿 她就說 那你可以教我練胸嗎 我胸這邊 我想要練胸 對 這時候 遲鈍一組的那個男生的朋友就說 你要練胸是不是 教練 他要練胸 你幫他練胸 對 超直男 怎麼這麼的沒有情趣你們 那像我的話 我自己也會 譬如跟喜歡的人 就會想說 有什麼招數可以 就是吸引對方 很久以前 就有想說約會的時候 那時候就想說 男生好像都很喜歡 女生綁馬尾 因為可以 露出那個後頸的線條 然後我那一次去約會呢 我就綁了一個馬尾 那天是吃飯嘛 然後我們是對座 坐下來以後 我吃飯的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綁馬尾 我就一下放右邊 一下放左邊這樣 撩一下 就是撩一下 讓他感覺那個 就是頸部的線條 所以你今天覺得 對 這個菜好吃嗎 對 對 所以你沒有 吃完回去烙燈 沒有 你還是要以自然的晃動 自然的晃動 沒有那麼刻意 不好意思 他就是太抓馬 所以也不能一直擺動 就是太明顯了 所以我聽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子 就是會這樣子摸 對 然後摸一摸 譬如馬尾在這邊 我就會摸這邊 聽他講話說 對 然後我最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馬尾如果要跑過來 我就會這樣子 就是有一點這樣暗示就是 就是 看看我這個 對 整趟吃飯 我就是會這樣子摸一下 這樣子 讓他注意一下 然後吃完飯以後 我想說 那待會吃完飯 應該可能會去看個電影 他是浪神 吃完飯以後 他就跟我說 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說 那待會有要幹嘛嗎 他就說 待會我們去按摩好了 我就傻眼 然後他說 你為什麼 我問他說 為什麼要去按摩 他就講說 沒有 我看你整趟吃飯 就是一直在摸肩膀 我想說你是不是肩膀很痠痛 然後我就順著他 我說 對啊 有點痠痛 那我們去按摩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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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